什么才是真正的人间恶魔 一夜之间屠露自己六位至亲 父母妻子身中树刀 死状惨烈 就连自己的亲生骨肉也难逃毒手 而凶手正是一家之主李磊 如此惨案的背后究竟有何隐情呢 2009年10月27日 北京大兴区公安局接到了一通报警电话 称在清城院小区内发生了一起命案 当警方破门而入时 家中的惨状让多年的老刑警都感到几倍发凉 因为每个房间内都有一具已经死亡的尸体 地板上还有大片已经干涸的血迹 警方通过伤口鉴定确认 全家均是被同一把利器袭击 地面还有被清理过的痕迹 这是一个七口之家 六口人不幸遇难 唯独护主的儿子李磊下落不明 所以在这起命案发生后 李磊就成了警方眼中的头号嫌疑人 警方马上开始对小区的监控录像进行调查取证 原来在命案发生的三天前 李磊就曾多次出入小区 这与法医推测的被害人遇害时间十分吻合 与此同时 警方还发现 李磊在10月24日的上午 拎着一个拖把和白色袋子走出家门 随后他扔掉拖把拎着袋子开车离开 两个小时后 李磊又驾车回到小区 但仅仅十分钟后 他又驾车离开 再也没有回来 而李磊的家人也再没出过家门 于是警方基本认定 这次灭门惨案的真凶很可能就是他 此时已经过去了三天 为了能在最短时间内将李磊抓获 北京市公安局下发了 关于李磊的全国B级通缉令 随后海南警方就发现了李磊的踪迹 原来李磊离开家后 已经逃到了三亚 于是警方连夜部署 在三亚汽车站附近的一家休闲会所内 将李磊抓捕归案 此时他抵达三亚还不到十个小时 面对警方的突击审讯 他向民警要了一根烟 一边抽一边承认了自己的犯罪事实 一夜之间屠露自己六位至亲 父母妻子身中树刀 死状惨烈 就连自己的亲生骨肉也难逃毒手 他就是北京第一狠人李磊 李磊在海南被抓获后 专案组马上就对他展开了突击审讯 他说对人是我杀的 然后他顿了顿说道 李磊在叙述这一切的时候 语气平静的就像在说一件和他没有什么关系的事 关于作案细节的问题 他一律回答不知道 但那天到底是什么原因 让他犯下这起惨不忍睹的案件呢 根据李磊回忆 当天晚上他回到家时 父母和两个儿子都已经睡下 妹妹则在自己屋内玩电脑 这一切看起来都很正常 但妻子王美玲的唠叨让他非常心烦 先开始问我为什么这么长时间回家 我就来气呼呼的 咱俩哥人又找我要钱 原来王美玲是做直销的 每个月都有业绩要求 一旦完不成 就要自己花钱买出来 这天王美玲在斥责李磊回家太晚后 又提出让丈夫出钱给自己完成销售任务的事情 却不知死神正在降临 感觉就是特别不平衡 家里边所有钱都是我挣的 为什么每天老欠着我这自由 天王哪根筋也不对了 姐又拿刀给杀了 除此之外 李磊还非常讨厌自己的父亲 原来李磊和妻子曾干过理发店 信用卡套现等生意 2009年他们还开了一家餐厅 赚的钱比父母一辈子赚的都多 但不管李磊有什么样的成就 老父亲就是看不上他 每次见到李磊都会训斥几句 甚至拳脚相加 因为在他看来 这些都不是正儿八经的事业 不仅如此 李磊家在拆迁中获得了巨额补偿款 父亲却直接把这些钱全买成了房子 用老父亲的话来讲 李磊这孩子不懂得好好过日子 多买点房产 免得他把钱给糟蹋了 但李磊却不领情 一夜之间涂漏自己六位之亲 父母妻子身中树刀 死状惨烈 就连自己的亲生骨肉也难逃毒手 他就是北京第一狠人 李磊 在杀害全家人之前 李磊在早市上买了一把水果刀 放在店上随时准备 没想怎么怎么杀 没有什么预谋 回家就一顿卡 就全同归件就完了 杀死妻子没有让李磊感到恐惧 反而唤醒了他心中压抑已久的恶魔 他走出卧室 看到另一个房间里正在玩电脑的妹妹 小时候只要父母不在 妹妹就会变着法的欺负李磊 父母也从不问青红皂白 对着李磊就是一顿胖揍 这时的李磊再也压制不住内心的恨意 他走进卧室一刀砍向了妹妹 李磊父亲听到外面的动静 起来想看看发生了什么事 还没来得及说话 就被李磊一下放倒 紧接着又放倒了自己的母亲 前后不到两分钟 屋中已是一片血色 李磊几十年来所遭受的打骂 失去的自由 在这一刻都变得不重要 他坐在客厅的沙发 先是哭了一会儿 却突然想起了自己的两个孩子 大概是真的失去了理智 李磊的心中竟然产生了一个 让所有人都无法理解的想法 根据李磊交代 他在杀害自己的两个亲生骨肉时 整个作案过程都不敢开灯 这两个孩子一个刚上一年级 另一个还不到一岁 2010年8月12日 法院开庭审理了这起震惊全国的命案 李磊表示自己没什么想说的 只求诉死 但他的愿望并没有实现 虽然法院最终判决李磊死刑 但他并没有交代自己名下的财产情况 王美龄的父母起诉 要求查清李磊的财产状况 并要求赔偿 等到执行死刑时 已经是两年以后了 他没有留下遗嘱 只对操办自己后世的叔叔说 我死后也把我跟他们葬在一起 而李磊叔叔见到他的反应是这样 很多人认为李磊的疯狂是被家庭逼出来的 但我想说的是 每个人都在人生的道路上努力奔跑着 人生的不如意和社会的不完美 都不是故意杀人的理由